嗨同學歡迎收看ASEP凱顏數學生活問題 這個第11題 小華和小明呢一同去早餐店買饅頭和米漿 阿小華買了五個饅頭五杯米漿 OK他一個人卡的大概是這樣子吃的量 阿小明買了七個饅頭和三杯米漿 兩個都還蠻會吃的 小華花的錢呢比小明少10元 小華花的錢比小明少10元 問的是兩個饅頭比兩杯米漿多多少元 也就是最後問兩個饅頭和兩個米漿的 比差多少錢 好第一個我當然假設饅頭 叫做X元好所以我假設饅頭 我這筆話很多 饅 饅 饅頭X元 再來米漿 歪元 所以我就可以列四啦 小華的那個列四就叫五個X加上五個Y 多少 等於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多少錢 可是我知道他小華花的錢是5X加5Y 對不對 那小明花的錢呢 小明花的錢呢 叫做七個X加上幾個Y 三個Y 所以我現在寫的喔 小華花的錢 比小明還少10元 孩子 小華的錢 比小明還少10元 減10 好 列完四之後 往 往 往往往往往 往往往往往往整整理 5個X 減7個X 其實就叫做 負2X 再來往左丟 5Y減3Y 就叫做加2Y 那右邊就等於 負10 好 呃 看完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同乘一個負1倍 好嗎 我同乘個負1倍 因為這樣子 負10就會變正的了嘛 所以我就知道 2X減掉2Y 2X 減掉兩個Y 等於多少 是不是等於10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兩個饅頭 比兩杯豆漿 兩個饅頭就是2X啊 2X減2Y是10啊 所以就表示兩個饅頭 比兩個豆漿多多少錢 多 10元 好 這個題目其實寫出來你會發現是還蠻簡單的提醒 喔